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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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又是我們移民英國生活資訊 今天你會看到我們兩個的原因是什麼原因 就好像題目說齋 群體免疫 真的存在 為什麼會這樣跟大家講 因為最近都 起碼這幾天 我想香港很多的 朋友們 心情不太好 因為現在香港爆發得很厲害 人數不斷增加 聽到最多的議論就是 一些措施 政策 絕大部分都是大家覺得 匪夷所思 但是對於我們這些 已經在英國好一段時間 經歷了接近兩年 COVID-19的人群 跟你們說 我也想代表一個親身在香港 經歷過 SARS 現在又在英國生活 我想說一下自己的體會 我真的覺得群體免疫 是存在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我記得剛剛 COVID-19的時候 我是那些 因為香港 03年SARS 而過來的人 當然我們懂得保護自己 所以 KING仔 是沒有上一年多學的 就是不讓他 我是不讓他上學 一直留在家裡 後來學校都覺得不行了 就要給他一些網課上 但是 到第二次 是啊 不是我是 那一年 我本來是網課 不是 一開始他們沒有網課的 你不記得了 哦 是啊 其實學校都擔心 我那時候也跟學校說 不要緊要 安排不到 因為那時候他們還沒有一些政策 還沒有怎樣隔離 怎樣處理 所以我們也是上課的 不過就是在家裡自己教 我說我自己教他 後來都發現 其實都不太行 他其實試過 整年沒有上課 在家裡網課之後 到第二次再爆的時候 其實為什麼會開始給他上課呢 我想如果有人知道 其實我這個做法 都很有決心的 因為我是繼續交學費 但是不上課 因為慶仔是讀師校的 但是第二次爆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都無可避免 而且開始政府已經有一些 實質一點的措施 還有一些做法 我覺得都無可避免 那今天其實這段影片 是想說什麼 就不是想說我們過去的事 是想說現在的事 慶仔已經是第二次感染了 應該是一月中 他是試過正確的 正確了多少天 好像四天 不是七天 不是 你隔離了七天 但是那個測試 Kynyn不如你介紹一下 現在我們英國 去到這麼小的小朋友 都自己懂得做測試 這樣 然後就撕開一個 這樣就撕開一個 什麼來的這個 這個是什麼 他們呢 就是這支東西 它有個棉的東西在那裡 然後你拿出來 當我現在拿著那支東西 對 要做什麼 就 然後再撩進去 不像 然後我平時也是 然後我平時就是 撩一下 就 就是 就是 這樣 總之就是 不太舒服 對 然後撩完呢 撩完不像 你要看到它濕了 然後再撩鼻 好像撩鼻 每一個鼻子好像不像 然後看到差不多 你就放進去 這支東西 這支東西 就是這樣一塊東西 你要先撕掉它 然後再撩 然後再用來 這樣一邊攪下去 這樣它會 然後呢 最後呢 然後呢 你就要蓋這個 剛剛聽著 然後呢 就反轉它 它就有個東西 你就擠它下面 然後它就會擠進去 測試 測試 測試在這裏 這裏 這裏也有孔 今天它自己也做的 那為什麼呢 就因為它已經有第二次測試 我們現在這裏 其實所有人都是 你一有少許精狀 例如你有少許頭暈生氣 發燒 周身骨痛 有咳 流鼻水 它們早上就會做這些 就立即做 其實我有些懷疑 我有機會不是測試第二次 是我有機會測試 一樣的病菌 我就進去了 但是我因為已經認識了 就已經很快就沒有了 一天就沒有了 那我又說一下 為何聽聽聽會測試第二次 就是說 我說它第二次感染呢 其實它第一次 有些人說 上一次也有條片錯了 大家就說 可以交代一下發生什麼事 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想知道 其實我們這邊 如果你感染了的處理手法 但我又覺得 坊間其實很多片講這些 現在很多人都會拍這些片 但是這次其實我重點 不是想交代我們 就是感染了之後 怎樣做 我反而是想給大家 有一個信心 尤其是Omicron 這隻可能都還在變其他種 其實現在多數感染的人 他們的威脅性其實很小 大家也看回香港的情況 雖然感染的人數多 但是你真的要去醫院 例如訓練呼吸機 或者訓練ICU的人 其實是很少的 英國其實現在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暫時 我們現在其實感染的人 其實很少需要去深切治療 甚至你可以這樣說 流感的不息比COVID-19更嚴重 只是說它的傳業率真的很高 我們群體免疫 我自己覺得 對一個成長在香港的人 經歷SARS 我記得我SARS的時候 在九龍灣工作 大家可以想像 我長期都是要戴著 不是戴普通口罩 我們長期都是戴豬嘴 每天戴一個新的豬嘴 回九龍灣 這樣做事 初初來到英國 去面對外國他們這種文化 即Johnson哥的做法 你都覺得是匪夷所思 我用這個詞語 所以初初都不太信任 或者不是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到現在我真的很欣賞 英國政府去處理這件事 我亦有時會回想 如果SARS的時候 其他國家都有機會感染 究竟會不會有一個新的做法 或者一些新的方式 有時會跟一些還在香港的朋友說 究竟我們香港的做法 究竟還適不適合 尤其是當這個病菌已經去到 其實它的嚴重性 數據顯示不是很厲害的時候 當然它會對我們的身體有損害 譬如像King King一樣 他感染了兩次 我猜多數都是在學校 因為學校現在應該是 英國最大的播群組 基本上學生 如果一兩個感染了更多 基本上全班陸續輪著 大家測試更多 很多時候都是 上次就是 有些人更多 到他更多 到其他人一直更多 但是更多 同學也好之後就回去 第一次就是 測試了四天更多 如果你感染了更多 這裏要求你隔離十天 但你可以在第六和第七天開始看 如果你已經是連續兩天 是可以證明是 是 negative 你就可以回到你的學校 工作崗位 那 King King 在第五天 其實他已經是 一直是 negative 那 隔離了 好之後 回學了 又回了兩三個星期 今個星期又 positive 為什麼會去測試呢 又是因為他早上有幾聲 我便跟他說 起床的時候 你去做測試 那些小孩已經全部自動 自動波 你自己懂得做 做完之後 媽媽 我又 positive 他有點不開心 因為他是喜歡上學 他很喜歡上學 是不是很喜歡上學 他又很不開心 但他這個情況 我都跟NHS 打這些電話 不是等得久 是他們整個程序流程 講很久 講完之後 因為其實有分別 要分解 究竟他是可以前幾天 即是確定了 positive 究竟他是連續兩天 negative 就可以去上學 還是他要重新再計 但我小時候 不同的部門 即是政府 有不同的說法 那我就很混亂 甚至學校都說 連續兩天 negative 他就可以來上學 不用再隔離 但也有些部門 不是這樣說 所以我就要 你知道製片的性格 都是要釐清究竟 究竟我應該怎樣做 最後他們 因為有不同的說法 最後就forward了我們 去給醫生 去問一些問題 問完這些問題 醫生就說 他這次的 positive 是classified as a new case 所以 又說要隔離 現在我們英國 其實大部分人 比如他感染了兩次 我們家裡 其他所有的 member 每天都要 test 大家都是 negative 即都沒事 我相信其實其中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們已經有抗體 如果不是我想不到什麼原因 你看我跟他 他在家裡不戴口罩 還有就是 他吃的東西吃完 我也是照幫他清掉 平日平時都是這樣 即是很親熱 即是很多親密接觸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可能我自己身體也開始有抗體 這就是我們群體免疫的好處 大家可以回復正常生活 不需要再怕病菌 當然要經歷過一段很痛苦的階段 好像我們都有一段時間 但是有很多人受過痛苦 但是現在這隻Omicron 其實它的威脅性比較小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能要對這種COVID-19 可能我們的看法要重新來定 為什麼我會拍這條片呢 原因就是我覺得香港現在 數字一路升一路升一路升 大家可以再回想一下 是不是感染了就一定是有問題呢 那你問我們家裡怎麼處理呢 其實感染了之後 我們也是健康一點 即是你既然也要留在家裡 就多點睡覺多點飲水 多點維他命 多點營養品 其實坊間有很多的資訊告訴大家 有一些什麼的食物 對這個COVID-19 我說的是天然食物 對COVID-19是有抑制性的 大家可以去了解 也可以吃多點 我覺得是有效的 我們除了吃多種維他命 維他命C 維他命D 這些基本各個都會吃的東西 但是我們還會吃其他一些天然食物 以前是沒有的 以前家裡是沒有吃這些 我覺得吃了是真的有效的 譬如我不知道他前幾天是否正確 第二天便是正確 雖然我也覺得他是一個新的病毒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他是一個新的病毒 因為他的徵狀不同 其實他們怎樣去分辨他 是不是一個新的病毒 可能他上一次不知道是否感染 另外一種變種 那今次是另外一種 還是什麼原因 這些要醫科人才認識 那我就不認識 但是政府跟我們說 他說他當他是一個新的病毒 因為他的徵狀不同 他第一次是 只是有鼻塞 沒有其他特別的東西 沒有卡 沒有什麼 連燒也沒有發 但今次他就開始有肝咳 而且偶爾間 晚上有微燒 你會感覺到 但真的只有一天 就是那一天 你感染了之後 我相信有些人都說 雖然可能就算他們是不同的變種 但其實大家都 身體的免疫系統 是會認不得的 可能因為這樣 亦都回復得快了 所以他第二天再做測試的時候 已經是 negative 今天已經是第三天 即第三天 就是第三天 negative 小朋友回復得快了 大人也都 我們一直都沒有 positive 所以我那天都開始問醫生 既然他打了電話來 我也有懷疑 我說 其實我合不合適 他需要做一個PCR測試 即是拿去 lab 檢查那種 我說會不會是 我的身體是比較 不敏感 對於這個 late flow test 要做 探頭測試 不太敏銳 所以一直都測試不到 我是 positive 他說 為什麼你會這樣想 因為我說 我有時都覺得頭痛 這些 如果你工作 做得累 你都會發生的事情 我有時都覺得頭痛 腰痠背痛 頸痛 我不知道 是不是我身體 對這種測試 可能會不會是微弱 醫生說 也有機會 有可能 所以他除了我之外 他說 家人還有沒有其他人 有不舒服的症狀 如果有 他就幫我 一個PCR測試 很老實說 我覺得 其實應該都是沒有感染 因為我們其實 已經打了 即是能夠打Booster 已經打了 流主是第一次打Moderna 第二針都是Moderna 第三針Booster 都是Moderna 我就是打AZ 第二針都是AZ 第三針Booster 我是打Moderna Moderna第三針是半劑 我們的情況就是 聊聊他感染了 就算我們這麼近 一起吃東西 還會親熱 很親熱 我覺得 群體面 可以令我們回復正常生活 現在 西人 永遠都跟我們有另類思想 我知道現在我身邊有很多西人 他明知道自己可能是中了COVID 因為他看到自己的症狀 肝咳這些東西 他們是明知道自己 他不是傻 他知道自己中了COVID 他特意不驗 那為什麼他特意不驗 因為他們很 整個國民很守規矩 驗了 即是要隔離 驗了即是不能外出 驗了即是不能留在家裡 他們就自己醒目了 他就知道自己是這樣的 他戴口罩出街 他就不驗 他就死都不驗這個 即是探護測試 他自己不驗 他就走出去 我就問他 為什麼你要這樣呢 這樣很危險 如果你身體怎樣 他們就說 但是我如果驗了即是的話 我只能夠留在家裡 還要留7天 他說其實有什麼意思呢 沒有意思的 我也是要靠自己好回 他們是這樣的心態 我也是要靠自己好回 我最重要是自己小心點 戴口罩 換多幾個口罩 他們那時候就會換多幾個口罩 回家裡和家人就比較遠 不要令家人感染 這就是現在西人的 群體免疫的人 他們就是這樣的 他們覺得是要靠自己 康復自己的免疫力 自己的強壯 去打這場仗 就不是靠別人 或者靠政府 或者靠隔離 或者是靠任何的藥物去幫助 那我覺得希望 這條片呢 藉著現在香港很多新聞 一路出來 大家在這裡討論一些 譬如怎樣隔離 或者是有些人 我覺得值得參考一下外國的做法 因為外國 你看到他們打完這場仗之後 現在他們真的可以 回到一個比較正常的生活 那這個是對 無論讀書的 無論我們做事的 以及人是需要有交流的 不是一樣東西都 Zoom HOME OFFICE 都不是一個辦法 長遠一路這樣下去 都不是一個辦法 所以希望 這條片可以給大家 有一個鼓勵 知道 首先有人說 要我們說一下家裡發生什麼事 那就說了 第二就是 讓大家知道 除了KING KING 試過感染 positive 因為他沒有針打 因為他這個年紀沒有針打 所以他唯有靠自己的抵抗力 去戰勝COVID 不如我們訪問一下小朋友 香港的小朋友可能很害怕 因為香港的人 處理COVID的態度 跟我們有些不同 不如我們訪問一下 我們身邊的KING KING 你怕不怕COVID呢? 嗯 怕不怕 沒有 好像怎麼說呢 中文是叫什麼COVID 雙風 對 當雙風這樣 對 但是COVID會死人 雙風也會死人 嗯 但是COVID可能會很辛苦 雙風也很辛苦 哦 即是你不怕 如果你身邊的同學 你會不會很避開他 你會不會很避開他 不會有 我也會很避開他 你看他 他還有這種邏輯 他的思維就是 如果他的同學 有不避開他 你也不需要避開他 因為你覺得 你自己已經是 曾經有不避開他 他已經覺得自己已經有抗體 所以他根本都不怕這些同學 是嗎 對 學習同學也有很多 如果這樣的話 什麼人都不可以 就直接出街 不行 你看看這些 就是外國的 就是我們群體面的人的思維 就是他覺得 他覺得 我感染過 又能打贏 現在又低了 那 沒有理由 還要太害怕這件事 所以呢 是有他少少不同的點 希望我們這條片 是真的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角度 讓大家去面對 這個好像世紀疫症那樣的事情 好不好 那如果有什麼 大家還想我們再分享 再講多些 如果大家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可以下一條片 可能再深一點 這樣 好不好 那 好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